反对国会届修法阔权 28日台湾民众第三度集结立法院外抗议 国际媒体也相当关注 美国外交家杂志26日刊登专委 担忧北京可能成为台北仓促通过新法的赢家 美国非盈利组织国际共和研究会主席崔宁 与东亚纪太平洋研究主任金恩共同刊为 认为目前这些提案却有两项重要缺点 首先是修法速度 其次是修法内容 内容写道 提案引发超过10万民众抗议 相比2014年太阳花学运成功阻止立法院 通过会使台湾经济更依赖中共的贸易协议 而立委因从太阳花学运学到教训建立共识 制定或民众支持的法律 推动立法的立委们正试图快速通过立法 表示他们也知道法案内容可能有问题 这将会创下先例 助长社会的不信任 导致台湾民主倒退 也将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在这期间 中共还进行环台军演恫吓 金融时报引用学者表示 法案扩大议会的调查权力 引发人们对在台湾寻求加强防御之际 情报泄露给中共的担忧 博博社则提到 这项修正案可能会削弱台湾在美中紧张局势下 制定政策的能力 新唐亚太电视 廖杰民 唐杰安整理报道